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ear Chan 上一条视频介绍了南湾的基本情况 今天再来说说中半岛的Redwood City, Wallingham, Diamond出现轻微上升 只有San Mateo上涨趋势明显,从1.7M到了1.9M左右 而其他两个城市San Carlos和Foster City中位数有所下降 Foster City独立屋中位数目前为2.4米左右 低于今年2月份的水平 不过中半岛的这些城市独立屋中位数有的时候降低 可能只是刚好这个月上市卖的房子平均价比较低 不一定代表市场价格跌了 以我在前线的数据看,如果是没有硬伤的独立屋仍然是非常坚挺的 而且价格相比1到2月份也有所上涨 中半岛对市场反应更慢,且在售房源数量总体少于南湾 一般来说中半岛市场也更加稳定 可以看到中半岛在售房源区线图 4月listing数量远远大于3月份在售房源数 但相比前两年同时段,房源数还是少了不少 除此之外在东湾Fremont区域 1.5M、1.6M以下的房子呈风墙状态 整体加价和offer的数量都非常多 总的来说这个月房产市场火爆 很多房子又出现了超过市场价不少的offer 但也考虑到4月份积极性的原因 湾区整体市场有所回暖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